哈喽啊 我现在看上去是不是有点憔悴 是的 我已经被病毒感冒折腾了三天了 完全没有什么力气 然后 下我突然想吃个西红柿鸡蛋面 所以我决定出去买西红柿鸡蛋 然后回来做一个饭 看我的cut 一个colorful的breath Let's go 看看北京的冬天 着一副萧条的模样 而且今天还阴天 但空气还是挺好的 好 好 好 朋友们我回来了 就是你知道你是去超市买一件东西 一定会买比那件东西要多的其他东西回来 比如我现在这种情况 我买了香蕉还有柚子 还有小西红柿 然后当我在超市的时候 我意识到超市的西红柿并不好吃 我应该直接去我们家门口的小店买 那我最喜欢我们家的很多原因 其中之一就是我们家门口的小店有 非常有豆腐味的豆腐 还有非常有西红柿味的西红柿 如果你吃过超市卖的那种盒装豆腐 还有超市卖这种很硬的西红柿的话 你应该知道我在讲什么 好 来吧 好 来吧 好 来吧 中文字幕志愿者 想遮蔽的东西 就是这边 结果我用完了 一个 番茄糕 tomato paste 炸 我最喜欢吃的就是这种细面 比较好煮 然后也比较容易进味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你们现在收看的是一个 懒人做西红石鸡蛋 的方法 rari i rari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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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 我可以吃 好 I got pepper looks looks good 看上去还行吗 看起来如何 还ok 是不是 我真的是对自己太好了 都完全看不到我的面在哪里 全是西红薯的鸡蛋 就是呢 当你感冒的时候呢 你是非常没有胃口 脂肪也没有味的 这个时候我的解决方案是什么 今天 的左餐剧是什么呢 这个 特别好看 真的特别搞笑 推荐给大家去看 特别搞笑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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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